11.19日 精彩娱乐 缤纷资讯 给您带来一点小惊喜 要说娱乐圈最近也是好事连连 前阵子赵丽颖和唐妍都相继结婚 两人的喜讯给娱乐圈带来了欢腾 而这次轮到迪丽热巴 这位呆萌且可爱 带着一语风情的新疆美女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了 奴隶的迪丽热巴在演你生涯上终于大获全胜 更是成为娱乐圈的当红花旦 作为粉丝当然是希望热巴能在事业生活上双丰收 如今事业已经圆满 但感情方面却始终是一个问号 这让粉丝很是着急 大家都知道迪丽热巴和张彬彬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友 两人也都是杨米旗下的当红艺人 更是多次一起合作过电视剧 剧中CP感爆棚 不少人都希望迪丽热巴和张彬彬能从剧中走到现实中 之前在某次采访中张彬彬直接就公开承认表白迪丽热巴 说很喜欢迪丽热巴的性格 喜欢和她待在一起的感觉 特别是排戏的时候 听到这个消息 粉丝们瞬间闹得沸沸扬扬 纷纷表示祝福 热巴除了五官很有特色外 气质也是一流 且她那玲珑有致的曲线让人很是羡慕 偶在微博看她分享日常 小彬房两周后果然就能反手目睹齐了 这才知热巴是如何能做到轻松维持傲人曲线的 其实 对于迪丽热巴和张彬彬大家真的是很支持的 两人合作多次 默契十足 不少粉丝希望两人能在一起 前段时间 迪丽热巴在微博上发了一张自己在海边玩的照片 配文又是海边的我 而张彬彬这边也是默契十足的在次日同一时间发文 苦海无涯 回头是我呀 这下粉丝们说跑不掉了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尊重热巴的选择 想必身为老板兼闺蜜的杨敏也希望有人好好带热巴吧 你怎么看呢 提问 你们觉得迪丽热巴和张彬彬合适吗 你期待热巴管轩恋情吗 喜欢请关注我哦 每天都会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内容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